新州古城是南山寺那边工作人员给推荐的景点说是不错 到那边看看 转眼就到了地 现在的新州古城基本和古代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了解它的古代只能在它那个城市展览当中 一些黑白图片当中还能看见一些过去古城的风貌 现在的古城已经说的再通俗一点 已经完全变成一个仿古性现代的休闲的这么一个城市 已经看不到古代的那些痕迹和遗迹的那些影子了 包括星巴克 还有像这个汉堡王啊 这些现代的连锁餐饮企业都进入这地方 古城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休闲的好去处了 到处都是这些美食小吃啊 如果到这地方来游览的话 你没有一副好脾胃的话 估计到这以后光会流口水 我们游览了半天呢 就看见一件最古老的东西 就是一件过去的那种老式的理发仪 这这椅子好 这椅子好 好多时间没见了 古城翻新之后啊 很多功能性的街区 现在还都在招商的过程当中 这还都没有安窗户 玻璃都没有 招商呢 看起来 新州古城是把它自己定位为 为五台山旅游景区服务这么一个决策 不过在这个夜晚呢 新州古城还是非常漂亮 尤其是近北索耀 这个大的匾额 证明它在历史上这种重要地位 夜幕降临之后 新州古城内到处都是美食 尤其是以北方口味为主的那些面食和肉食啊 基本上让人目不暇接 我们布宁就里边一人买了一个那个牛肉饼 结果发现 吃完那牛肉饼以后 其他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了 量给的太俗了 但是其他的小吃琳琅满目啊 每种都想让人尝一尝 但是胃口有限的 只能吃那一点了 古城内布置的传统灯会 是这个旅游打卡的必到的地方 各种灯光的这种布置 确实让有人流连忘返 翻新的新州古城啊 肯定是以主打休闲美食 作为它自己吸引客人的一个招牌 其实整个的古城已经和古啊 没有什么联系了 主要就是以休闲美食 作为它主要吸引游客的这么一个住宿点吧 新疆烤肉 无疑是全国人民最喜爱的美食之一 新州古城的这个烤肉 尤其带有北方的这种特色 肉质新鲜 现穿现烤啊 一路看那个卤猪蹄的那个招牌 但是进前一看确实不敢吃了 这油太大了 如果喜欢肉食和面食啊 到了新州古城 那无疑就是到了天堂 偶然在街边还看见一个吹唐人的 这个我们小时在天津总见到这种记忆 反正你只要胃口好啊 带着一副好长胃来啊 到了新州古城你绝对不需死刑 可能正是由于新州古城这种务实的定位啊 为武台山景区服务 以美食和夜晚的灯会啊 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 才使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啊 成为现在周边旅游出游的一个必到的打卡地 只有一段保留的老城墙啊 还能看到它在历史当中留下的影响 因此新州古城啊 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 现代的旅游休闲的好地方 如果你喜欢美食 喜欢这些北方的面食 你就到这地方来 绝对会不需死刑啊 并且新州古城的人也特别热情 我们来了以后啊 专门在宾馆当中给我们做了升级 酒链还真不错 到这个新州这边订那个酒链 人家还给升了个急 升了急啊 等于就给升了一个四人间的一个小套房吧 里外间 里边一间这个大床房 外部一间这个双人床吧 挺好 人家这个山西的这个宾馆啊 还是很热情的 今天我是当天订的 当天人就给升级了到这儿 明以十月一天 到了我们今天的重头戏 吃美食 特别宽暖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